花莲地区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确诊案例 造成秀林乡水源村有数百户民众被居家隔离 因为疫情被居隔的民众有生活物资上需要被支援 此季基金会的辞发处获报之后 把539箱的生活物资特别进行发放 此季基金会表示 亲密连续假期的天气 花莲出现确诊课案之后 陆续新增确诊者为花莲区秀林乡水源村 村里面也出现确诊课案 以及居家隔离者 秀林乡无名轨 并且向慈基提报 为秀林乡水源村有确诊课案 有些家庭又有小孩子需要照顾 如果父母亲都列入居家隔离的话 马上就会对生活产生冲击 希望慈基医院可以帮忙 慈基金会并且有593箱的生活物资 植物号则是进行发放作业 慈基的那个 慈基捐赠的防疫物资 那今天总数发几个 593份 那你们有进行分流是不是 对有进行分流 三次发的不错啦 那个是小孩子的名字 这次什么都是大人的名字 慈基基金会这次送来593箱的防疫生活箱 帮忙水源村的村民们度过这期间的生活所需 也感恩长期来慈基给予羞音箱的弱势 乡亲帮忙 这次水源村社会发展结会现场 也有羞音箱共所社会会同仁 安息相公人员等三十人共同来守护乡里 慈基金会表示自从新冠状肺炎爆发开始 除了这种防疫物资给第一线人员之外 慈基也会一直关注家庭生活是否有疫情冲击而所影响 希望提供乡亲最及时最需要的帮忙 一同来度过难关 记得继续学传播导